让女人死心塌地的秘诀,做个不老实的男人 女人嘴上说着,想找个老实的男人结婚,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 不浪漫的男人让生活变得无趣,谁愿意每天都平民淡淡路过呢 人生短暂,不想生气,不想心里装的事,都想幸福,都想快乐 女人想找的是浪漫,偶尔给她一些小惊喜的男人 前人节送她一束玫瑰花,生日买一个蛋糕,纪念日,精心准备一份礼物 她最在意的不是礼物的贵重,而是这份心意 女人嘛,都想找个真心带自己,以后路一直陪着自己的人 生活嘛,平淡久了会腻,让人没有力气 一个文女人会小路乱撞,一只口红女人心里美美的 很容易做到的事,却有很多男人做不到 也就是说有些女人是收不到礼物的 别人在朋友圈秀恩爱,她从来没有收过男人礼物 会有怎样的心情,很不开心,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女人爱的不是老实,只知道挣钱的男人 而是不老实喜欢折腾的男人 所以说想让女人死心塌地,就要做个不老实的男人 女人说不要时,不代表真的不要 女人喜欢逛街,看见适合自己的衣服,就会买下来 不在乎有多贵,只要手里的钱,能买下这件衣服就好 和男人逛街的时候,女人有点不好意思 只会试一下,不会买下来 女人不想花男人的钱,不想让男人认为她很物质 只要说我不要,心里确实很想要 和你逛完街,她会把这件衣服买下来 没有挑你,但多多少少,会有些不开心 一件外套一条裙子,没有多少钱,谁都能买得起 男人给女人买一件衣服是很正常的 别人问她这件衣服在哪里买的时候 她会开心地说,男朋友给我买的 对女人好一点,女人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即便你一无所有,她也不会变心 女人拒绝跟你回家,你也要带她回家 女人不想成为廉价的女人,不想在男人眼里一文不值 所以当男人带女人回家的时候 女人会拒绝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呢,下次吧 其实她是很想去的,只不过怕你不珍惜 不能像以前那样深爱着你 你要是说好吧,下次再去,她会有一点思络 女人就是这个样子,想跟你去又不想让你看出她很想去 男人嘛,要主动一点,不要女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她拒绝你,你也要拉着她去 在你父母面前多夸奖她,让你父母认可她 让她心里暖暖的,跟你回了一趟家 她的心里很踏实,认为你就是对的人 会和你一起度过每一天 多去别的城市走一走,她会更依赖你 很多男人都在想这样一个问题 为女人做哪件事,女人才会死心塌地 才会伴随我的左右呢 学会折腾,让女人依赖你 休息的时候别待在自己的城市里 去临近城市走一走 陌生城市只认识你一个人 她当然会围着你转,一口一个老公叫着了 你很细心,为她考虑很多事情 她是很感动的 一起经历很多事情,会有很多回忆 你不在她身边,她就会想起你 心在你这里怎么跑也跑不掉 会一直属于你 女人的心并没有男人想象中那么难抓 只要你付出真心 只要你有些不老实 她就会成为你的女人 总结 老实的男人不懂浪漫 会很踏实地过日子 不老实的男人总是制造浪漫 让女人小路乱撞 每一天都忙着工作 都在想如何多挣钱 压力是很大 得不到放松,人会崩溃 恋爱应该给人带来快乐 应该让人觉得有你在身旁真好 两个人在一起钱多钱少不重要 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心里有爱,偶尔浪漫 让两人觉得生活如此美好 一起努力工作,一起挣钱买房 一起去别的城市走一走 这样的生活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 愿每个人都能拥有这样的生活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